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在弃剧之里面 责罚的一条 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大 无论在世间法或是在初世间法 纵然我们在这个一生当中 比如求学 工作 都应当要慎重地选择 读书 学校里面有那么多的科系 社会上有那么多的行业 都要有智慧去选择 选择的标准 佛法里面是给我们一个启示 要简别真假 要选真的 不要选假的 那么我们把真假换一个名称 我们要选善的 不要选我的 我们要选择有利于众生 有利于社会 绝不能选择伤害众生 伤害社会 这样的选择 才真正能达到断务修善 极功来得 从我们的生活 工作 一直到初世待人教 要善于选择 现在人讲的时候 要懂得抓住机会 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 就是缘 要能掌握到缘 殊胜的机缘是很不容易遇到的 机缘现前 你若不能够掌握 刹那之间就消失了 以后再希望有这个语言出现呢 那不是一个容易死去 机会一定要抓住啊 绝不能够轻易把它射掉啊 修学法门也不例外 要抓住学习的机会 学习的环境 我们才会有成就 那对于修学的法门 那就更应当慎重去选择 一生当中专攻一步 做专家不做通家 这个专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确实它就通了 古德常说 一精通 一切精通之后 还做专家不做通家 那是什么呢 那是大慈大悲 给后学做榜样 不要人后学看到 哎呀 你是样样都通啊 样样都讲啊 为什么要我讲一样啊 他就产生怀疑 所以 为后人做榜样呢 这叫大慈大悲 这个例子 我们在《华严经》 《五十三餐》里面看到了 《五十三餐》 任何一位善知识 实在讲 他都通了 善财同族 后必要去访问 《五十三个善知识》 一个就够了 亲善知识那些本事 他都会啊 他为什么不讲啊 我只给你讲一门 另外那一门 你去找那个人 为什么呢 过过实现 做专家不做通家 用意在此地啊 那都是法身大事啊 都是佛婆 这个古佛再来的 哪有不通的道理啊 试出世间法 全都通达 你看看 他试验的 只懂一门 是其余的 那我不如某个人 这些话的含义 这个真正含义在哪里 我们要能体会到 我们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所以人家这个思考 都是为利益众生 利益后续 绝不图自己方便 自己的学生 想什么我就教你 教你什么 我后必教你到别的地方参学 他用意究竟在哪里 我们一定要懂得 除非在不得已之下 我们同学当中 发心想缺其他的法门 真的找不到人教 这个叫逼着没有办法了 如果这个法门 现在这个世间 还有人在教 教得不错 我们就不教了 就介绍他到某个地方去参学 这个 诸位在高僧传 在中国过去 这些山志 寺院的 这些历史里头 都能看见 学人来参学 见了老和尚之后 老和尚跟他讲 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 你到某个地方去找某一个人 他到那里 住个三年五载 真的成功了 开悟了 这老和尚有这种本思 直到他到某个地方去学 他能成就 在他那里 为什么不能成就 这个里头 这个里头 许许多多的暗示 我们都要懂得 实在不得已 那就是另当别人了 那么最近 冰城极乐死 热恨法死 想办这个论言专修班 他在中国找了二十多位 年轻的出家人 想来找我 李居士前天来给我谈 李洪根居士 我给他介绍 明山老和尚 要到此地来讲论言经 预定三个月讲言 你们看论言班 那正好请他太好了 他要不能到 宾城极乐死去 你们二十几个人 到这边来学 到这边来住三个月 好好的来学立不敬 有人讲 有大德在这里教 我们就介绍了 实在没有人的话 那我被逼着没法子了 只好给他再开个论言 那么现在是 卸商的结果 正好现在遇到 听说明山老或者生病 那么到新加坡的日期 不知道是不是要延后 那这个班呢 那我的建议 跟我们的培训班错开 我们培训班结业了 毕业之后 第六届还没有开班 利用这个空档的时间 我说我到宾城去住几天 这法是非常非常的广泛 那修佛 那更是要选择 许许多多修佛的人 对于佛法认识不清楚 一位加吉佛兰 也是修佛 圣罪现在把法轮功 也认为是修佛 错了 没有资法的智慧 没有资法的能力 人云云云 那这怎么行呢 肯定要走上错误的道路 纵然会回头 对自己的时间经历 也浪费了很多 第三个 敬觉知 这精进 修道法师 善能觉了 正不正行 不谬心于无业苦心苦 精进 这个觉知 他词的这个解释 解释的好 就是四个字 善能觉了 这个觉知的意思 知识知分是讲下面七条 重点是在这个觉 他这个注解 是善能觉了 哪是正行 哪是不正行 正行 要精进 不正行 要学气 至于佛教弟子 不修 无意的苦心 这个苦心 对于我们的道义 没有真正的帮助 至于佛 不教我们修 不教我们修 还有一点 我们要想到 每个人跟性不一样 因此 他的那个方法 不见得适合我 我修学的方法 不见得适合他 关机不容易 不但关机不容易 我们自己了解自己 也都相当困难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根性 我们选择的法门 就能齐合自己的根性 所以去机器里 我们出入佛门 必然 是会对于 各个这个 总派 都会去看看 为什么呢 求一个初步的了解 然后再从这里面去选择 选择也未必恰当 这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自己的根性 看到人家这个法门 非常好 非常羡慕 想学 这问题 能不能学得成功呢 如果学不成功 那就是不去机吗 不适合我的根性 勉强去学呢 决定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到最后一丝不成 佛法里面讲的成就 最低的水平 是要脱离六道 没有能力 超越三界六道轮回 不算成就 升天都不算成就 天赋相尽 还要堕落 这小成就啊 佛家讲 小果 而真正成就呢 这是大成 大成的成就啊 是要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生 这是大成就啊 我初学佛的时候 因为在没有学佛之前 喜欢读书嘛 所以接触佛教之后啊 就非常向往教下 在教下 最初 方东美先生 曾经啊 在上课的时候 给我介绍过 佛教里头有两门 是世间非常稀有的学问 一个是佛教的信众啊 一个是佛教的相众 相众 这禅宗为代表啊 相众 法相为始啊 所以我既刚刚 接触佛教 我对于这两门 特别留意 以后 我把我的工作辞掉了 那个时候 有意思出家 去专攻 教下的电机 我跟参云法师 住毛棚 住了五个半月 参云法师 把镜头发门 介绍给我 在那个时候 我很难接受啊 我的兴趣 不在这上面 那他拿了三本书 要我做科判 米桃经苏抄 米桃经药解 米桃经原中抄 这三样东西 我把那个科判 搞出来之后 那科判不是我自己的 莲池大师的 偶尤大师的 优夕大师的 就是从他们注解 把科判整理 画成标节 很长很长一段标节 画出来之后啊 我非常欢喜 我看到这个 这个经典的 是章法结构 思想体系 深宽喜 但是还没有意思 学这个东西 那么在山上 那么长的时间里 他叫我去看 英光大师文朝 这个非常有收入 文朝度过之后啊 对于净土的概念 改过来 因为从前呢 轻视净土 这个文朝念了之后 不敢去 想到这个里头 是很难得 这个对于这个 不排斥 也有一点信心 但是还没有发心呢 去学净土 对他比较尊重 直到这不是老太婆教 这里面有大学问 我离开 参云法师 去清静黎炳南老居士 在台中这个 慈光图书馆 这段期间当中 认真学净土 参云法师学净土 黎炳南老居士 黎炳南老居士 也修净土 但是参云法师 说不出来 黎老师呢 能够把这个 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把我们的疑惑 断掉 我们才认真学习 去选择发门呢 才能够 斤斤不写 那我跟同学们说 我到台中学的时候 而不是专修一门 但是黎老师的小机 你这一门东西学会 才可以学第二门 我学的进度快 学的很有成绩 一个月学一部经 这一部经 我就可以上台讲 所以那个时候 我妹出家了 我跟她一年三个月 十五个月 学十五部经 真的是发戏充满 很有成就感 学得很辛苦 学得非常快乐 真有收获吗 那么这以后 就出家了 离开她了 出家之后 我每一个月 回到慈光图书馆 住一个星期 这样大概持续 有一年多 我就离开寺庙 又回到台中去常住了 这一住 就住了七八年 没有离开老师 发现的离开老师不行 一个月一个星期 时间不够 这再回去 回去的时候 跟她学这部大经 就学楠言 所以我这个佛法 经教的基础 是楠言 楠言 我也讲了不少遍 确实 这一部经 你能讲了 其他所有经 你拿到手上 都能讲了 华言 所以我听李老师 讲华言 我听一卷 一卷就够了 后八十卷华言 后面七十九卷 就没有问题 我都能讲了 而且我讲的 比李老师讲的还详细 因为我的时间比较长 自发精进 不修无业苦行 苦行是释迦牟尼佛 非常赞叹的 苦行是能够降低一个人的欲望 抱持道心不退 但是对我们修学 没有利益的苦行 没有必要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